不过三下五出二的功夫 便将他十几道舌头触手全部斩断 此时在剧烈的痛苦压制之下 这个上古邪兽几乎已经丧失了自己全部站立的70% 只剩下三成站立的他不断地大口喘息着 他已经想不出该用怎样的手段和徐阳继续拼个你死我活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个地方我已经占据了数万年 为何你突然出现又剥夺我的一切 上古邪兽不甘心地开口询问徐阳 然而他得到的结果仍旧和之前没有任何的两样 徐阳淡定地微笑开口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找到主宰封印在你体内的秘密 既然你不肯主动配合 那我只能切开你的身体 自行取出我想得到的答案 这件事关乎到整个鼓舞神道的未来命运 我是绝不允许至高神的意志 继续用这种特殊的手段隐藏自己的气息 猫猪老鼠这种游戏 我早就玩腻了 好了 我不需要再继续浪费更多的时间 你只管打出你最强大的力量 做最后的挣扎 如果你能够带给我力量上的惊喜 我或许还能够对你网开一面 如果你做不到 那么很遗憾 徐阳说完 高高举起一只右手背后的含泉主神器 在一个释放出了无比璀璨的蓝色光芒 直接点亮了整个虚空 但他很快发现 纵然他已经失去了生命技能 但是他的尸体周围 还能够让数百公里以内的区域 所有生命力走向凋零 也就是说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 能够腐朽生命力的本能 与他的生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真正的秘密 应该藏在他的皮囊之下 血肉当中 徐阳很快便将这个上古邪兽开膛破肚 将他腹部仍旧有律动的腐朽气息 最为浓郁的部分取了出来 按照常灵的判断 这应该是这只上古邪兽的胃部 同样 也是这股腐朽原力最容易的地方所在 徐阳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太好了 这不正是我寻找多时力量支援吗 从现在开始 属于你的涅槃之路正式开启 如果你的精神力足够强大 能够支撑着你从这个地方涅槃重生 那么未来的你 将会有一条无比璀璨的武者巅峰之路 想来找我复仇 那就先证明你有做我对手的价值 徐阳说完 已经动手将这巨大的邪兽胃部重新缝合 也将这个女杀神缝在其中彻底封印 但是 徐阳能够从他掌心之中感受到那种抗拒的力量 只是这一次 徐阳咬紧牙关狠了狠心 他必须扮演无情的角色 殊不知 徐阳是在为他留下希望的火种 在徐阳内心深处 他也不想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 只期待那个代表天宗最高占领的女杀神 能够凭借自己不屈的意志 重新在这个地方挣脱而出 奇怪啊 至高神一直封在这个家伙身体当中的东西 到底藏在了什么地方 森林外部也就是之前 他和龙坤青雅二人暂时分开那个方向 突然传来了一声清雅的尖叫 紧跟着 便是一股无比躁动的力量撞击声出现 徐阳毫不犹豫一脚划破虚空 瞬间出现在了二人身后 这才看到一只身形无比庞大的水蓝色蜥蜴 正在袭击二人 毫无疑问 这便是整个禁区涌到另一侧 白天连连积雪 一晚水让滔天的场面出现的源头 就是你们三个 该死的人族竟然抹杀了我的伙伴 他可是我在这片丛林当中唯一的伴侣 如今你们剥夺了他的生命 那么我一定要将你们三个撕成粉碎 徐阳似乎没有和这个巨大蜥蜴 继续进行言语交涉的欲望 眼神变得格外冷烈 直接开口质问着巨大的蜥蜴 我懒得和你废话 既然我们双方没有什么交涉必要 那就用一场生死战决定对方的命运 但是在这之前 我必须要弄清楚一点 刚刚被我斩杀那个家伙 体内封印的主宰的秘密 究竟藏在了什么地方 水蓝色的蜥蜴 根本没有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毫不犹豫地朝着徐阳 喷吐出一股水蓝色的能量波浪 这股浪头十一出现的时候 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狂猛的姿态 可是当这股力量覆盖向徐阳三人周围的时候 顷刻之间 便膨胀成了三道遮天蔽日的水浪光幕 将徐阳三人周围每一个方向完全封锁 不给自己的对手任何逃窜和挣脱的机会 要知道对方说到底 也就是一只强大的上古异兽而已 能够拥有如此诡决的力量输出和形态的变化 全部基于对方超强的精神力 而这一点是之前拥有十几只巨大触手的腐朽邪兽 难以做到的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一只修为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的强大 果然 三道遮天水浪形成之后 非但能够按一定规律封印住徐阳三人的行动 还能够通过自己的精神力不断输出 龙坤和青亚都先后感受到了极为明显的精神压制 眼前一黑 头云目眩 这对他们二人后续的力量输出产生了极大的干扰 要是没有徐扬在场的话 恐怕这只水蓝色的巨大山谷蜥蜴邪兽 真的能够带给两人极强的压制力 可惜 这一次徐扬也是他的进攻目标之一 那就注定了这只大蜥蜴同样悲剧的命运结局 如果你不是擅长水属性的力量 恐怕你真的能够带给我们三人一定程度的困扰 遗憾的是 天底下一切水属性的力量 在我这把剑的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天地水寒 徐扬一声 道出了这一道强大自创武道技能的名字 一刹那间 自身体内源源不断的武道气息浮现出来 配合着寒拳主神器的剑气融合成一起 顷刻之间 便将周围所有的水属性力量瞬间结冰 三道变化莫测的水浪光幕 全都被冰寒之力完全覆盖 自然也就失去了后续所有可能出现的压制效果 大西已完全惊呆 他真的没想到徐扬一己之力 能够释放出如此强悍的冰霜之力 殊不知 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徐扬这把寒拳主神器 自带的主神器天赋 更何况徐扬自身也是海神领域的传承者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对抗水属性的对手 徐扬都是手拿把掐 毫不费力 然而这并不是徐扬这一次反手围攻的全部内容 当这三道巨大的兵墙形成之后 徐扬反手打出一股强大无比的钢气 瞬间粉碎了三面冰封墙壁 让周围所有的尖兵化为最为锋利的利刃 朝着眼前巨大的水蜥蜴砸了过去 每一道冰茬都拥有着 撕碎一切防御的强大攻击效果 仅一个照面 这只巨大的蜥蜴表面 便出现了无数的伤口 我靠老大 你这招真的用到了极致啊 这家伙最擅长水属性的力量 居然被你用冰霜之力给完全压制住了 只能说算得倒霉啊 龙昆这波拍马屁刚刚结束 身边的青雅立刻发出一声惊呼 抬起手来 点向面前这大块头 你们快看 他身上的伤口正在迅速愈合 好像冰霜之力 对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呀 不着急 这仅仅只是游戏的开始 你们很快就能见到他真正痛苦的样子了 徐扬说完 直接一根手指戳在自己的眉心处 昆仑机的功法立刻找到了载体 昆仑机这种功法最强大的力量 并不体现于他直接性的破坏力 而是在于他能够像蒲公英一般 将所有可以承载自己力量的载体 覆盖到自己进攻的目标的每一个身体部位 在这种情况下 徐扬强大的精神力彻底激活了所有兵灵 在对方体脉当中的躁动节奏 昆仑机功法顺势上演 那些冰霜之力就成为了隐藏在对方体内的定时炸弹 只见徐扬在自己的掌心中迅速幻化出了昆仑机功法的力量图腾 随着这道掌心图腾被注入的力量本源不断加持 昆仑机功法的共鸣节奏也就不断地膨胀了起来 对方终于在这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万箭穿心的痛苦 经脉当中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视摇他的血管 就算这个上古蜥蜴肉身再怎么强大 也难以抵挡成千上万道 释放吞噬力的蚂蚁在蚕食他的生命 现在我想我有了和你谈判的资格了 如果你不想你的身体每一处部位瞬间爆炸的话 那就乖乖地和我配合 徐扬刚说完这番话 这是巨大的随膝便放肆地笑了起来 你不就是想要从我的口中得知有关主宰 销声匿迹的全部秘密吗 别吃起妄想了 这个秘密说到底 也并不是我们这种级别的存在能够掌控的 我和那个被你斩杀的家伙 也仅仅掌握了整个秘密 最细枝末节的一小部分 就算我配合你 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知 也根本做不了什么 所以我奉劝你 还是赶快打消这个念头吧 徐扬似笑非笑点头 仿佛做出了妥协的样子 哪怕只有最能够被忽略的一点 也是一定有发挥他作用的时候 徐扬绝对是个不挑食的角色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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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了